這行比賽真的可以說是你的體力極大的考驗 即是挑戰你的極限制 沒錯 運動員除了要畫得快之外 還要射得準確 當中包括四次射擊 有兩次立射和兩次臥射 當中呢 我看到了 嘩 看見他玩什麼 像機關槍一樣 沒錯 因為大家集體出發 不同個人錯誤追逐賽 分開30秒、10分鐘出發 不過要留意如果他們在射擊方面 射擊一發是要加伐一個圈 大家看到射擊場旁邊 就是一個150米的圈 就是裏面一跑圈出來 所以即使你能夠在越野話說 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領先優勢 但假如射擊方面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就得不償失 但我覺得在這個集體出發賽 只是射擊一發發一個圈 已經算不錯了 因為只是加了二十多秒左右 但如果個人賽更慘 射擊一發發成一分鐘 當中要留意就是 曾經試過在平昌冬季奧運 拿過二十公里賽事金牌 就是來自挪威的波爾 它不單止可以畫得快 而且射擊方面 今天都有非常精準的發揮 沒錯 現在看到已經到第三次射擊的階段 波爾那裡有一個綠色燈 換言之 全部都中了 現在看到了 鏡頭右方就是那個弗圈 射不中就要弗一個弗圈 如此類推 好 看到這個波爾已經在到9.9公里的時間 已經有一個21.7秒的領先優勢 已經是非常巨大 但我們看了這麼多次雪上兩項的比賽 千萬不要開心這麼早 因為大家知道 經過了15公里的比賽之後 你回到射擊的項目 其實個人的心跳和肌肉方面 已經有一個很大的震動出現 怎樣能夠控制好肌肉 還有一個很好的射擊效果是最重要的 現在看到波爾 波爾這時候 最後兩方是由左射到右 但見到最後兩方都是射不中的 是的 那就走兩圈了 看看其他運動員有沒有辦法 追到他回來了 當然也要看看他們是不是這麼準 射得這麼準 是 廢洛馬力 廢洛馬力亦發掘一位 很出色的運動員在雪上兩項 他在今屆的12.5公里追逐賽 已經是獲得一面金牌 個人賽都是獲得金牌 但大件事 見到是猛地射失 所以就說 在最後關頭裏 心肺的功能 控制心跳 肌肉 呼吸 全部影響 結果三個人都要走過去 那個疾法圈裏走出來 結果 雖然說有兩塊射失了 但不要緊 看到波爾都能夠 是可以處理領先位置 是的 因為其實波爾 他在越野滑雪的能力 是非常之高的 速度很快 但你看到他之前的個人賽 亦都是因為射擊方面的失準 令到他喪失獎面獎牌 當時竟然是可以在一個比賽射失七法 到現在都很難忘記這件事 但今次就是毫無懸念 去到最後衝刺的階段 可以說是帶著獎牌回來 波爾亦都是相當之厲害 波爾兄弟亦都是相當之厲害 兩位亦都之前在比賽中 一起站上頒獎台 可以說是這個雪上兩項的 已經是活著的經典 亦都是他自己在他個人生涯 第八面 這個也是冬季奧運會的獎牌 連同這一面 一個五面金牌 兩面銀牌和一面銅牌 今屆已經獲得四面 兩面屬於個人的 兩面屬於接力賽事 嘩 最威是他 真是 真是沒有人能及 一屆賽事獲得四面的金牌 D FM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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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